特斯拉能源有个必然的未来是特斯拉的能源业务 未来会超过汽车业务 那为何特斯拉能源一直以来萎靡不正 被认为是收购了个包袱 拖了特斯拉这盘大起的后腿 是这种模式没有未来的还是另有原因 对于电动厂商来说最头痛的不是销量 而是电子的供应 无论是电子消费品市场还是电动车市场 对电池的需求这个量爆发的太快了 很多的不确定性 也可以说个怀鬼胎 使得电池生产商不敢大规模的新增生产线 特斯拉是世界上最大的锂电池消货者 2018年Model 3量产的时候就通过电子短圈 特斯拉干了个啥事情呢 关闭了Powerwall 特斯拉的家用储能电池生产线去支持Model 3跑量 这就是外界看到的特斯拉能源 好像在拖后腿的主要原因 还有就是过去的特斯拉能源 Solar City的模式确实是有问题 就是一个超大的销售团队 用各种营销策略抢市场 根本就不是一家技术导向的公司 甚至说白了 啥技术没有 不对 施工技术还是有的 所以被特斯拉收购后 第一步就是特斯拉化 在线销售 砍掉销售团队 技术导向 2016年与松下合作超级电厂 生长光伏电池 电池板 才是太阳能行业的核心 就是要自己生产漂亮的 耐用的 高效率的光伏面板 所以推出了Solarroof 就是太阳能化 现在已经到了第三代 这个时候的特斯拉能源 才开始找到自己的路 太阳能面板 加储能 储能又细分为商块业务 加能储能 商业储能和公共事业储能 在这个词上 正在研究的 可扩展的 分层能源分配电网 那就大有作为了 我们再来具体看一下 听起来感觉有点复杂 但是有个底层的思考逻辑就是 改变太阳能的使用和分配方式 就是马斯克说的 要用太瓦斯去向太阳能 一定要往万亿瓦斯上想 才能彻底的改变现在 能源使用方式 链接一个家庭企业 公共事业部门 发电 存电 把电流通起来 想想万亿瓦斯以后 特斯拉能源会变成什么呢 一家超级无敌大的虚拟电厂 以上 特斯拉能源会超过汽车业务 而且会远远超过 正如你 只是觉得使用支付宝 购物存取钱 甚至借钱更方便的时候 支付宝 已经成为了一家超级无敌大的虚拟银行 当电可以被转来转去 可以自由的交易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 电在未来 可能会成为一种货币形式 这个生态 要是准备特斯拉建立起来了 发股币杀的 也可能是吧 回到可扩展的 分层能源分配电网 可扩展形式关键词 特斯拉储能的三套产品 MacBook PowerPack PowerWord PowerWord是家用的储能设备 不够用 就多买几个 讲卖电就可以买一排 买几排就可以自己开电厂了 你要是把1.6一个连在一起 足够供应整个美国 那其他电厂就会该关的关了 PowerPack面对的是商业用户 出厂就拿了个大单 为澳大利亚提供 能处成100兆万的解决方案 不出意外的特斯拉能源 重标胜出 为什么不意外呢 前面说过 特斯拉是世界上 最大的锂电池消耗者 在电池和电池管理系统上 有长久丰富的积累 正好把管理汽车底下 4000个电池的能力 迁移到管理几千个 超大电池上面 一切都是顺其自然水到处成 所以说生态 只能是自己自然的长出来 要不说生物权 一号二号都失败了呢 商业生态应该也是如此 不过这话 只能在成熟的商业环境里面成立 否则 你将牛额拉开架势 天地大同都要上了 直接把你棋盘给收了 要不怎么说 大家一个个都心惊肉跳的 没法安心下棋呀 相对于很多企业家 马斯克其实挺幸福的 有感而发扯了些题外话 特斯拉是一个靠梦想拉起来的企业 这块饼 要是不够大的话 也撑不起这梦幻的股价 如果说这667美金的股价是梦幻的话 未来估计就是魔幻了 传奇的投资咨询公司 ARK的报告 用它自己的估值方式 预计特斯拉股价 未来能到7000美金 7000美金是不是疯了 什么干净呢 特斯拉就进入了 40万亿美金的俱乐部 ARK的这个报 看起来是挺疯狂的 我们信不信好像不太重要 它自己是真心 一直以来 它都是特斯拉最大的多头 这个预期不仅定是基于特斯拉未来 会在较长的时间内 大概率会保持 40%以上的毛利率 对一个创新周期 远远领先于竞争对手的行业领导者来说 这是合理的利润 更重要的预期是特斯拉能源的崛起 争起来 1.3万亿那保守了 看得到的是 2019年第四季度 特斯拉能源电磁储能交付量达到了530兆瓦斯 2019年全年发电量为1651兆瓦斯 今年2020年会达到2.5亿瓦斯 你看离泰瓦斯不是越来越近了吗 能把起下完 多好 尝回几地看看 谢谢 谢谢 谢谢